這棟年花大樓 這棟年花大樓將提供更寬敞的空間 吸引更多優秀的人加入我們的團隊 為台灣科技發展注入新的動力 這個大樓預計2027年完工 我們期待這棟建築完工以後 與這個已經開花完成的生意園區 串聯成科技的綠廊成為科技城市的一個新地標 研花科技大樓在那邊興建 等於也是關懷社區關懷地方深耕地方的決心 讓我們感到非常榮幸 我們三個月的時間完成這個綠建築 這個榮基獎勵的一個協議書的簽訂 我們是用最快的速度完成 同時把台資園區跟柯山園區 我們規劃了一個科技大橋 也希望把這個一起完成的話 那竹科跟竹北其實就是一起的 陶竹苗大細谷的計劃 就是要把產業用地 以及我們的交通基礎設施 生活環境 要一起加強地把它做 所以這是我們的期待 也希望我們中央政府 陶竹苗大細谷的計劃 能夠早日來實現 各項投資包括交通人才 教育還有產業各個方面 那我想這個計劃請楊文科縣長放心 這個竹北擁擠的問題一定要解決 這個是我們大課題 將來竹竹輕軌也會得到適時 會把竹科竹北新竹連結在一起 今天就好 來照顧大家